选对伴侣幸福医生 在座的各位结婚了的请举手 觉得自己结错婚的请举手 有吗 没有人觉得自己结错婚吗 我们发现新加坡有20%的离婚率 证明这个20%的离婚率还是挺高的 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离婚呢 据我们数字能量学的统计发现 这些人的手机号码里边 多数都有离婚的号码 选对行业成就一生 选对伙伴快乐一生 选对平台共赢一生 跟我们平台合作的呢 都是盈利的没有亏本的 如果有亏本请你让他来找我们 我们双倍凤凰 好还是不好 好 OK 手机号码开运室 通过手机号码可以改运 你们以前是通过什么来改运的呢 名字可以改运 等一下第一个为你测号码好不好 还有什么可以改运 拜拜可以改运 对了还有吗 生肖可以改运 你是说带这些手势 对不对 还有吗 还有什么可以改运呢 神灵卡 带那些卡 是的 还有呢 还有风水也可以改运 是不是 手机号码也可以改运 那什么东西改运是最快的呢 哪一个改运最快 拜拜 那手机号码改运最快 为什么呢 因为24小时都在身边 对不对 你们回答的非常对 21世纪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是数的时代 数据决胜未来 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天到我们今天看病 还有IC号码所有的证件都有一个数字的信息 我们的门牌车牌微信 whatsapp的号码数字时时刻刻都围绕在我们的周围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数字呢 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手机号 手机号好不好 对我们至关重要 手机可以影响和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为什么如此呢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早上起来的第一眼你看的是谁呢 手机 晚上睡觉前的最后眼看的是谁呢 还是手机 刚刚吃午餐的时候你们看的是谁呢 还是手机 所以呢我们说 那个情人节你们是跟谁过的 也是跟手机过的 所以我们说现在社会有个最强大的小三 这个小三谁也想不走谁也分不开 这个小三魅力无穷 他是谁呢 就是手机 所以今天下午你们是要看手机还是看李老师 OK手机的魅力大还是李老师的魅力大 李老师的魅力大对吗 哇你们这么聪明啊 来掌声送给你们 掌声越响了 我今天教的越多 我们这个登记号码可以改运吗 也可以改运的 OK好 那我们的手机是人人必用 实时必用 使用的时间很长 范围也很广 我们吃饭用 睡觉用 坐码头还在用 小孩子用 老人用 和尚用 谈恋爱也在用 OK好 我们要的房子车子票子 妻子人脉项目健康和娱乐都可以通过手机来获得 现在想问一下在这在座的各位是不是越努力越有钱呢 来你们觉得自己非常努力的请举手觉得自己很努力的啊举手的都是很努力的不举手还不够努力是不是啊那你觉得你非常努力但是你的结果跟你的努力不成正义的请举手啊有很多人也在举手那为什么你这么努力但是你的结果却不如人所愿呢这是为什么呢你们说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为什么你这么努力但是那个钱反而还越来越少呢 啊这是命啊 全错号码 OK是的我们发现什么呢 如果你的手机号码里面没有心下旺财手财的数字就会出钱快很难赚钱赚钱很辛苦左手机右手出 你觉得你是这一类的请把手举起来 大家应该多数都是的对吗 OK好 好那未来是数字货币的时代货币的数字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中国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无现金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智能的时代对吧所以未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钱呢啊就是要怎么样啊刷个脸就够了哈刷脸就可以付费了这个刷脸付费很快也会来到我们的新加坡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有没有做好准备 不会用啊不会用哈没关系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验一下看看你右边的这张脸你觉得你右边的这张脸比较有钱的请举手 OK好来看看你左边的脸你觉得你左边的这张脸比较有财富的请举手 好恭喜刚刚举手的你的财富会多十倍小声送给自己 刚刚没有举手的你的脸会被打走等一下出去 OK我们赚钱是智商重要还是情商重要 情商重要对吗 所以等一下你要不要多多的举手多多的鼓励你旁边的人呢 要吗那等一下搞不好下课了以后他就成为你的客户了是还是不是 是吧OK好所以我们的数字是有能量有信息有磁场的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周围 这个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出来的但是科学家拍的照片这个能量强不强呢 非常的强拨打出去几十倍的放大我们从08年到现在也就10年的时间研究了7万张名片和7万个号码 在这7万个号码当中我们发现了28定律20%的人是有钱人有钱人都有相同的几组号码有80%的人没有钱 没有钱的都有相同的几组号码还有30%的人呢是离婚的离婚的也有相同的几组号码还有30%的人是有癌症的癌症的也有相同的几组号码所以你们是属于哪一个巴仙里边的人呢 你们是属于20%的还是80%的80%的对吗那谁想要成为20%的有钱人OK他把你给理解吗家人说我们也可以成为20%的有钱人 好不好好吗OK经过这么多数字的一个统计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什么秘密呢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 什么秘密财富的秘密还有什么秘密手机号码的秘密手机号码怎么样 啊手机号码怎么样什么秘密能不能讲出来 啊手机号码可以怎么样啊 可以可以改运可以影响人的人生对不对 OK我们发现一个人赚钱不赚钱事业会如何 跟他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有直接的关系同意的秘密手 这么多人都同意今天不用讲课了啊当我们发现了这个规律之后我们就在想如果我把马云的号码给你用你会成为马云吗 会还是不会 那如果我把这个什么呢马哈迪的号码给你用你会成为马哈迪吗 离婚的号码给你用你会离婚吗 癌症的号码给你用你会有癌症吗 会不会 啊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了几万个实验啊进行了十年的实验那在这几万个实验当中我们就把这个号码用在动物的身上用在人的身上我们也把同一个号码用在不同人的身上发现结果也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实验的结果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实验这个是我们从7万个案例当中选出来的218和4134两组比较有代表性的数字那你凭第一印象哈不用想 多第一印象看哪个顺眼念起来比较顺来喜欢413的请举手 好喜欢218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的是两个都喜欢还是两个都不喜欢 不知道喜欢哪一个哈他有人说老师肯定是18比较好啊那我们华人是喜欢1818要发财的话对不对那144141414要死亡的死不吉利嘛对吗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所选择的这个数字代表你现在的能量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能量如何 OK好看一下这个第六天发生了什么啊发霉了第九天发生了什么哇已经没成这样了所以呢刚刚你所选择的这个数字1818 请问是发财的发还是发霉的发发霉的发对吗那你选择的要是是死亡的死还是要生的生 要生的生这个实验有没有打破我们的传统观念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是吗是还是不是是的哈OK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这个是413和218 好413过了一段时间切开来中间还是很新鲜可是218中间已经烂掉了所以如果你用了这个218用久了之后你的五胀六腑会不会像218一样的烂成这样呢会还是不会好我们再来看真实的案例这个是两个真实的号码这是老师改的号码这个是他家人的号码这是同一天煮出来的米饭它的质量是一模一样的OK是一样的新鲜 但是到了第九天老师改的号码还是很新鲜他的家人的号码已经烂掉了所以我要请你们猜一下他的家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家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身体不健康嗯好还有吗还有不同答案吗会怎样倒霉还有吗会怎样 不顺利嗯OK好那我现在来公布正确的答案他的家人用这个号码的13年的乳性癌已经去世了所以呢你看刚刚说生病的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对吗但是不顺利当然也不是很顺利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实验这个呢是没有写字这个橘子有写望1314那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已经烂掉这个还是很新鲜所以呢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对你的另一半说我爱你一生一世来讲过或听过的几句说 讲过或者听过的应该很多人都讲过对吗那这些讲过的你们的家庭就会比较幸福哈OK那就我们的这个数字能量研究发现呢如果你经常的讲我爱你一三一四不是讲一生一世是一三一四你的感情你的事业财富都会好十倍以上来想要你的这个感情事业财富都好十倍以上的举手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做一个实验 开拍你给你肩膀加人说我爱你一三一四 开拍你左边的肩膀加人说我也爱你一三一四 开拍你前面的肩膀加人说我爱你一三一四 开拍你后面的肩膀加人说我也爱你一三一四 好现在要你们要伸一个message给到你最爱的那一位好吗来伸给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另一半你就发送给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小孩子 来伸出去我爱你一三一四或者是english的i love you one two one four 还是你用voice的也比较快来我们马上伸出去看看谁速度最快听说速度快的钻钱比较快 好大家伸完了没有伸完了没有有没有人收到回复的有吗 有收到回复的吗没有没有收到回复啊有没有一个人有收到回复的 好来有的居收 还没有是吗 ok好没关系好等一下收到回复就让我知道好不好 好那各位想要你的这个财富事业和这个健还有你的感情好很多倍以上的举手 好盘盘你给你肩膀家人说记得回家做功课哈 要做一辈子哦 ok做一辈子哈好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812这个是老师的号码 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号码我选择的那个有点受伤的苹果哈 这个受伤的苹果写上公司的这个号码15天过后呢812变黑变软 但是老师的这三个号码还是很新鲜 你们说老师改的号码能量强不强啊非常的强啊 接下来看这个这个是老师选的号码旧号码和朋友的号码 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变黑这个变皱老师的号码还是很新鲜 所以呢就我们数字能量研究发现手机号码还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怎么样啊 更加年轻漂亮想要年轻漂亮更帅的居收 好那你们要用谁的号码老师的号码是不是 OK好那这个有四个号码这些橘子过来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些橘子它都已经怎么样啊 它都已经枯掉了但是老师改的号码怎么样 发芽了对吧所以呢你说这个为什么会发芽呢 为什么会发芽呢 有些魔力 有些魔力 是魔力哈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用了这个号码老人用了这个号码 会不会白发变黑发 会不会 会哈 OK 美女用了号码会不会变得更加漂亮 男士用了这个号码会不会更加有更更酸 然后赚钱更多会还是不会 会吗 拍拍你给面前板家人说 哇你可以年轻十岁哦 再拍拍你又面前板家人说 哇你的财富可以多二十倍哦 好还是不好 好OK 那这个试验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 说明靠吧可以怎么样啊 可以改运是吗 可以有能量是吧 OK 可以说明了数字是有能量的 好 大家同意的举手 同意的举手 那你们想不想知道你的手机号码里面 到底是西侠还是败侠 是好桃花还是烂桃花 是一些顺利还是有官司是非 是有一些身体健康还是有疾病和癌症 来想知道的举手 好接下来我就教你们读你的号码 好还是不好 你们想知道你的号码到底能够给你带来什么运气 想知道吗 好现在把你们的号码写在纸上 写开一点 写你自己的号码 写大一点 写大一点写成这样子 写越大越好容易看 那老师这边我就随便写一个号码 第一步先把你的号码里面的零和五拿掉 零和五拿掉 然后把你的号码第一和第二 第二和第三 第三和第四 第四和第五 两两相连 是两两相连 不要漏掉一个 第一个和第二个 第二个和第三个 每一个都要相连 相连不是相加 OK 好 连好了以后来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组的数字 第一组的数字 这个是 有四组 一共有四组就是 1221966948847337 有这些数字的 我们把它叫做绝命类的数字 绝命类的数字 12219669488473 有以上这几组的就叫绝命 如果你的方法里面有绝命 你就写上去绝命 你看我这里有个七三是绝命 我就写上去 你们如果有的话就写上去 二三不是 九六四绝命 有两个绝命 九五三绝命 你有三个绝命 九六二两个 九六六五 还有二一三个绝命 OK来 有这个绝命的举手 有绝命号码的 零不是绝命 OK好 恭喜跟他举手的 你是最讲义气的朋友 来我们给这个最讲义气的朋友 掌声鼓励一下 有这个绝命的号码的 你是会比较什么样呢 比较善良 然后很喜欢成就别人 帮助别人 很喜欢怎么样啊 很喜欢你的朋友有困难的时候 你就愿意去帮助他 然后可以为朋友两个插刀 你们说好不好 你们要不要跟他交朋友 你要跟他交朋友 但是你不要欺负他 因为你欺负他的话 他也会两个插刀 插进去的插 所以不要随便欺负他 然后我看绝命的朋友会怎么样 性格重情义 相信朋友 心情善良 乐于助人 脾气冲动 容易被骗 财运呢 是努力拼搏 喜欢投资 投资容易失败 会不会留不住钱 出钱块 容易负债 有没有啊 绝命的朋友 好 婚姻是不利 婚姻容易有离婚现象 肝胜有问题 糖尿病 车祸死亡 OK 大概来看一下你的手机尾数 或者是中间 有没有这个绝命的数字 好 你们可以拍下来 发给那些有绝命号码的朋友 华语 这个英文的也可以拍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绝命号码的朋友 财运如何呢 好 来看一下 这位是我们一位学员 他的号码是 96965656 这位呢 他讲他赚了上百万 做那个眼睛绿加利的 top leader 赚了上百万 一个月 一两万新币没有钱花 我说哇 你赚这么多 没有钱花吗 我一看他的号码 96965656 狗拢狗拢 毛拢毛拢 就是赚够了 又没了 对吧 OK 所以我就讲他 努力拼搏留不住钱 花钱太快 他说说得很对 那这个60996 表面风光 副中空 别人以为你很有钱 可是你守不住 说绝命带零的人呢 花钱太快 守不住财富 这个是1210 两个绝命带一个零 大肠切除手术 子宫疾压 医院不收 他会也离婚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1988年 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两个孩子又离婚 你们说上天 对他公不公平 很不公平 所以这是 是这个女孩子的问题 还是号码的问题呢 号码的问题 OK 再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位学员 你看他是 2121子宫癌 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 906也是绝命 OK 这个是707355 37733 他老公非癌去世 他自己用 他也是肺癌 一加出了两个肺癌 你说他家有没有77惨惨 有吗 这个号码你可以用吗 你用的话 你会不会是肺癌 可能也是 OK 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8癌 965是 965 这个是绝命 OK 那这个73是肺癌 好 大家可以把这个拍下来 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 粉红色的就是绝命 OK 你看什么癌都有了 还有血癌了 OK 子宫癌 好 看一下车祸的案例 你们要拍快一点 OK 听说拍的快的 赚钱比较快 好 来看一下这个车祸的案例 这些车牌呢 都是绝命的车牌 非常容易发生车祸 这些也是一样的 这个绝命的车牌 OK 好 再来看这个也是绝命 绝命带0的车牌 出车祸 找不好 点命都没有 把航370 为什么会试试呢 37是绝命 0是什么 空掉 0是空掉 所以这个飞机 有没有空掉 空掉了 OK 737 73绝命 37绝命 连缓绝命 它是史上发生空弹 最多的飞机 看这些都是 波音737 所以现在有52个国家 停飞737 那这间公司呢 它发现人家都停飞737之后 它就想了一个办法 它出了一款新的 这个机型叫什么呢 叫373 你们可以做吗 373可不可以做 是不是绝命 还是绝命啊 反过来而已嘛 对不对 OK 好 来时间和日期 也是会有灾难事故 接下来我所讲的都是 现在刚刚发生的 OK 2019年10月 美国流感1万人死亡 你看2011绝命 OK 这个是2011绝命 好 再来看这个是什么呢 澳洲的火灾 4个月 是2011也是绝命 死了2万只口啦 好 这个是121是不是绝命 是吗 加拿大的暴雪 122是西班牙的暴风雪 死了9个人 12是不是绝命 是的 OK 好 这个呢 科比遇难 12 201都是绝命 OK 这个是古巴地震 201和12 这个也是绝命 新加坡的灾难事故表 最多人死亡的 500个人死亡 是在1851年2月15号 反天祖教徒的骚乱 215 是不是绝命 是的 OK 好 第二桌死亡的 是7月21号 1964年种族骚乱 在新加坡的亚龙 721绝命 是不是的 各位 你从上看下来 他的日期 是不是都是绝命的日期呢 OK 你们可以去搜的 我是随便搜搜 这么多的绝命 OK 所以绝命的数字 这么可怕 以后我们要不要尽量 避开这些数字 要吗 OK 为什么1月份 一来了以后 这么多的危险 这么多的灾难 又是暴风雪 又是火灾 又是什么呢 什么猪瘟 还有蝗虫 对吗 是还是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呢 跟什么有关 绝命 绝命 对不对 因为绝命的日期嘛 那到2月会不会好一点 到2月还是会有 到3月呢 到3月是不是绝命 3月就不是绝命了 所以3月就会好转 OK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3月会好转 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种数字 这一组数字叫 五轨类的数字 包含4个 4组是 188197793364224 OK这个叫五轨类的数字 OK好五轨类的数字 来找一下你的手机号码里面有没有五轨 OK这些是五轨的数字 写上去 你有没有五轨的数字呢 有的话 来谁有五轨的数字 请举手 好 还有吗 还有谁有五轨的数字 只有一位吗 来 手机号码里面有五轨的举手 有五轨的 好来 恭喜刚刚举手的 这个有五轨号码的 你是最有才华的 最有智慧的 最聪明的朋友 来我们给这个最聪明的朋友 掌声鼓励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轨的数字 它是怎样的 性格方面是头发聪明 想法都多疑 喜欢神秘的事物 财运多暗财 钱财瞬间 像是出钱快破财多 是不是的 五轨的朋友 想想看 你是不是出钱太快 破财很多 婚姻是晚上活动多 对婚姻不好 荣有户外情 导致离婚 喜欢熬夜 睡眠差 血液心脏有问题 意外血光 没有贵人相助 好 所以呢 你们可以拍下来 然后伸给那些 有五轨号码的朋友 OK 这可以帮助你识人的 好 我们来这个英文的也拍一下 接下来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五轨的健康如何 好 来看一下这个五轨的健康 4502 这位是breast cancer13年 乳性儿13年 这位已经去世了 好 这个是65353 这个也是五轨 breast cancer也是五线癌 好 再来看这个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员 你看 这是我们的学员呢 他是二次结尾 是一线癌 OK 他的妈妈的号码 这位也是我们的学员 这位也是我们的学员 是36 36是五轨大肠癌 OK 好 这个呢 也是在我们这里改了号码的 977 他是他的父亲之前用次鼻癌去世 鼻癌去世六年 女儿接着用 那女儿用了后 后来就用到那个肾病住院 他的妈妈已经改了号码 他妈妈叫他女儿改号码 但是他的女儿死都不改 为什么呢 因为五轨的号码是不相信别人 所以他到什么时候才相信啊 住院了才相信 然后凌晨两点我接到电话 他的妈妈说 李老师赶快跟我女儿改号码 我说发生什么事了 他说他现在住院了 我害怕他是癌症 OK 后来呢 老师你看那个时候刚好在上课 我第二天赶紧把号码发给他 发给他以后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几天他就出院了 可是呢 他在这个医院里面花了三万块 各位你们觉得这个三万新币 花的值不值得 很不值得对吗 如果你的号码很凶 你是要住了院才能改号码 还是要提前改呢 提前改对不对 拍拍你给别人家网家人说 你的命是很值钱的 你们说值不值钱 拍拍右边的家网家人说 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 OK好 然后再看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的学员哦 改了号码的话 他两个号码 一个是七三一二绝命 一个是七九九九七五鬼 你看五鬼加绝命 不死也要命 这位是子宫癌十年 子宫也切了 卵巢也切了 全部切到完了 那这个号码呢 那这个号码呢 它是什么呢 18是什么 18是五鬼 前面是绝命 五鬼加绝命 不死也要命 大肠癌 这个是9695 后面的158是什么呢 158是什么 是不是五鬼 OK是五鬼 所以它是血癌 好 大家可以把这个拍下来 这个通通是在老师这边 改了号码的 或者是他们的家属 鼻癌 这个血管爆鼻癌 什么肺癌 大肠癌 乳腺癌 什么癌都有 OK 那你们说 老师 为什么这边有这么多的癌症呢 我们来看一下 新加坡的官方数据 好不好 看官方数据 新加坡十大死亡原因 No.1是什么 No.1就是cancel 就是癌症 为什么新加坡 有这么多的癌症呢 为什么 压力涨 哦 热烂吃东西啊 哇 新加坡的 这个食品安全是很好的 所以不是说热烂吃东西 对吗 是什么原因 压力大 压力很大 还有呢 还有什么原因 空气不好 新加坡空气不好 还不错吧 对吧 新加坡是花园城市的 用太多手机 用太多手机 这是什么的错 手机号码的错是不是 手机号码是谁给的 政府 政府给的 所以是谁的错 政府的错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只有八位数 对吗 那你八个号码里边 无鬼家绝命 就算了这么多组 所以随随便便 还带上一个零 就很凶了 对吗 随随便便 一个号码里边 都有无鬼家绝命 所以癌症最多 那我们看一下 中国最多人死亡的是什么 OK 中国十大死亡原因 随着放码 一直随着 手机一直在叮叮叮的 把它放个silent 好不好 OK 好 来 中国十大死亡原因 No.1是什么 中风 都是中风和心脏病 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中风和心脏病呢 中国的号码是什么开头 最多 18最多 对不对 18 18是什么 18就是无鬼 最强能量的无鬼 那这个无鬼就是不睡觉 心脏病 中风 对吧 你看全部都腰发腰发 没有发财都发疯了 对吗 OK 还有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呢 在我们新加坡的 街上一条街 有很多这些美女 一个比一个漂亮 那我们发现呢 80%的这些美女的号码里面 都有无鬼的号码 这些7942 还有这个188 这些也是无鬼的号码 那我们发现呢 如果无鬼号码多了以后 就喜欢晚上做工 白天睡觉 对吗 你们有没有人无鬼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看到那些无鬼的号码 比较黑眼圈 黑眼圈比较多 对吗 OK 那你晚上不睡觉 送文也会比较多 是还是不是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无鬼号码比较多的话 当然也比较容易 有一夜情合片桃花 所以各位想朋友知道 你想知道你的另一半 有没有一夜情合片桃花 要不要请侦探 不要 要不要请侦探 要不要拿他的那个手机 过来查一查 要不要 根本都不用的 你看他的手机号 有很多的无鬼加六煞的 那就是怎么样啊 比较容易有一夜情合片桃花的 OK 好 再来看这个呢 这个日期哈 无鬼的日期也是 也是很容易发生什么呢 很容易发生灾难的 你看这个2014绝命 1845鬼 乌克兰的特机被袭 那这个是土耳其的 土耳其的6.8级的地震 12242445鬼 124绝命 OK 这个是澳洲的蝙蝠城灾 12绝命 2445鬼 OK 好 还有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呢 车祸 五鬼的车牌也是非常容易发生车祸 为什么呢 因为五鬼都不爱睡觉吗 所以白天没有精神 对不对 所以就容易发生车祸 OK OK